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由立法会议员何君尧 香港政研会和新界关注大联盟等团体 牵头组成的23同盟 他们今天就在全港各区摆放了街站 收集市民的签名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收集200万个联主 从而推动特区政府启动23条的立法程序 到底何君尧的23同盟有什么主张呢? 他们建议就着2003年的23条草案进行修订 包括增加禁止发放假新闻 禁止在任何公共示威配戴口罩 禁止在公众场所侮辱执法者 禁止公务员参加反政府活动 禁止在紧急情况下发动罢工等等的条文 今天他们摆放街站的情况又怎样呢? 似乎反应也不算太差 部分街站都有不少蓝丝参加联署 当然这些是自发参与或是做会不得而知 只不过后来就有市民发现 原来在个别的街站里头 有些人就一边收集签名 一边就向这些市民派发物资 包括派些什么呢? 抹士、抹手翼等等 这样来收集签名 似乎这些人都不是很真心支持你的主张 甚或似乎有些市民就发现得到 根本在整个收集签名的过程当中 完全没有提过到底是支持什么的 纯粹叫你来签名 接着就有东西派了 到底参加这帮联署的市民 是否真的支持23条呢?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收集签名的这帮小伙子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为特区政府奠定一个民意的基础 就让特区政府去启动23条的立法程序 一个口实来的 而且 这个23联盟就说到 希望争取在本届立法会 换届之前完成23条的立法 从而对抗所谓外在敌人和搞分裂的人 我看这个疑义算盘肯定打不响 目前距离立法会的会期结束 只剩下4个月的时间 而且又有这么多法案 即制了在这里 未曾处理 更何况又要咨询等等 再加上 现时这个民情和民意 变数是搞得起 更何况目前我们还身处在这个非常时期 搞什么23条才行 所以就算最快要立23条 肯定都要去到换届选举之后 所以大家一定就是要在立法会选举当中 尽量拼到过半数 一旦是贴近半数 甚至乎是过半数的话 街头抗争的压力就会大减 因为在议会里头 原来也有足够的议员 是可以将这些23条 这些恶法是否决了 但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歪论 那些自以为好清高 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就说了 就说千万不要让这个何军妖带到方向 我们冷处理他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谈及23条 就不要墮入他这个圈套 不要中计 不要让他牵着的鼻子走 这些说法完全是荒谬的 一旦所有人都不出声禁声 全部被何军妖霸了那些声量 霸了那些版面 豈不是撑23条 就变成了整个社会的主流民意 怎会不发声 怎会那么笨 所以这些人根本上的居心是什么 大家就可以想想 如果市民反对23条 应该大声疾呼 怎会跟何军妖斗声 到其时 豈不是所有的声量都存归于何军妖 这些说法简直是傻的 另外我还观察得到 在不少的23同盟 所摆设的街站附近 就有些警车或者冲锋车 这样停泊在现场的 到底这个政治组织所搞的 撑23条 联署活动 是否受到警方的包庇进行 是否在警方的保护傘之下进行 为什么要安排这么多这些警力 在附近来包庇他 真是不理解 此外在大埔区的 23同盟街站 还有一名的警长 这名著名的光头警长 叫做刘扎基 他就伸穿一套疑似的警服 来出席这个活动 我就真是想请问 一个人公务员 如果他在公寓的时间 喜欢参加政治活动 当然就是有他的自由 但是他能不能够伸穿警服来出席这些政治性的活动 所以警务署就要交代 到底他伸穿那套是否警服 又穿了绿色衣服 类似疑似的警服 又穿了长袖 只是差顶警帽 在现场就和很多蓝丝一起 招摇过市 俠照 警务署就有责任出来作出澄清和交代 到底这名光头警长 他当时是执勤 亦或是幽邦 如果他是执勤的时候 他怎么可以出席一个政治活动 你说不过去 公务员要政治中立 他可以出席这个活动 如果你说他是幽邦 那就更奇怪 如果他是幽邦的期间 为什么要穿得像一个警察那样 你是会误导那些市民 其实就以一个警员的身份 来出席这个活动 那么警务署要不要开个档案 来查一查这件事呢 还是说这个光头警长 是自己人来的 是蓝丝来的 撑政府没事 你自己去交代 接着就想讲讲另一件事 今天这个城市论坛 本来已经是闭门来搞的 因为没有现场观众 今天其中一个嘉宾 就是帮港出声的召集人 何乐生 他在城市论坛当中 真的语出惊人 到底他发表了什么惊人言论呢 他就说了 昨天中国就已经是零本地个案了 只得了一些零星的输入个案 大陆都很快可以全面复工了 若然大陆或者其他国家 在28天之内 再没有本地个案的话 就应该对这些国家解除入境限制措施 各地就可以重启交流 到其时 本地经济或者会出现 报复式的反弹 这些说法当然是离大谱了 首先昨天中国就不是零个案了 是不是 还有本地个案的 猛病是不是 整天在乱说 没有本地个案 你没有看大陆的新闻 大陆的官方数据都还说有 还说没有 是不是 而且大陆的数据有多信得过 哈 你知我知 大家都知道 信大陆的数据 你真是 离大谱说这些说话 而且他还说 经济会出现报复式反弹 先不要想经济了 不要拆鞋了 这些人真是 永远都是以香港的安全 放在第一位 其他那些什么文化交流 体育交流 旅游观光全部全部放在次要位置 安全都保不住 保其他东西保什么 这些人 这些人 未知都拆鞋 拆大陆鞋 说什么 都离大谱 北京市政府 今天就已经宣布了一个措施 这个措施就是对着这些人 狠狠地刮了一把掌 北京市政府今天就宣布 从午夜开始 所有境外进入北京的人士 全部都需要转送到一个集中点 观察14天 费用自理自备 每天的住宿费就收费350元人民币 餐费每天一宿 加上每天就450元 14天就大概是6300元 北京市政府就说 境外输入就成为了北京防控的主要风险 为了有效防范境外输入的个案 首都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就将会采取更加严密有力的防控措施 即日起首都机场全部国际和港澳台的航班 都需要停靠一个专区 实施远程管控近端篩查科学处置 责任交接 封闭环境管理 麻烦这些人去看看别人实施的这些什么措施 别人就从严 你就要重宽 你重宽也不止 你还要完全是 中门大开 是否笨 怎会提出这些建议 你和中央都背道而驰 笨 笨 而对于餐饮业者 亦发布了一个新规定 就说要求餐厅和食店的座位 间隔需要一公尺以上 食客就不能够面对面一起用餐 对于一些一起吃饭的顾客 全面推行供筷和供羹 全部不再接待群体聚餐等等 另外全体的餐饮业者 需要在自己的店铺内外的 后餐区 取餐区 和结账区 劃切一公尺线 严格控制排队用餐人流的密度 而且提倡使用QR Code 来数码点餐和买单 并且安排一些专门的人员 对用餐的人 进行检测体温的工作 体温正常才可以进入餐厅 这些措施 我认为全部都是有效的 香港能够学的 尽量学 好东西就学 不好的你就不要学 打压人权的你就不要学 这些防控的事 应该做 实际有些连锁的餐厅 都在实施类似的措施 反正使得顾客 隔着桌子来坐 总之你隔着桌子一定是空的 而且每张桌子 就以一个易拉架 间隔 使得社交距离有所增加 这些全部都是好东西 我认为应该在香港 多些实践 否则有些人就开始松懈 这样就不行了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